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蕊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品牌就是 NET International Yui Andui这个品牌 这是一个怎样的品牌呢? 这是全球首个使用椰子原料提取成分制造的婴儿餐具 环保婴儿餐具品牌 在韩国百货店、大型超市、免税店等进行销售 通过向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地区出口 以国内外婴儿的产品为目标 持续保持着销量 本公司在2020年12月向日本Costco全部分店和中国大型超市沃尔玛的 全部分店迁入入职合同 本公司以高的商品竞争力为基础 在新冠疫情中也始终保持着优秀的销售量 通常我们说婴儿的餐具的话 一般都是使用不易碎的塑料进行制成的 但是塑料是多么危害我们的生活 也是危害孩子们的健康 所以本公司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椰子提取物制作婴儿餐具的公司 椰子皮中提取出来的原料里添加食物性的分解剂 废弃时就可以回归自然 也可以减少食油资源的使用 以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出 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本题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产品 就是这个套盒 这个套盒的名字叫吸附婴儿天使套盒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使套盒里面的构成 有一个大碗 还有一个水杯 然后还有一个叫餐盘 也叫菜盘吧 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盘子的一个盖子 对吧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的首先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这个大碗 这个大碗呢是能装300毫升的大容量大碗 然后呢这个大容量大碗当然也是一样 是用纯天然的椰子成分制作 所以呢 比较如果要是吃那种新奇或者是咖喱这种带色 带色比较多的这种食物或者是味道比较重的食物 这种其实一洗也不用担心它的味道和颜色 它不会变色的 然后呢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叫防滑垫的一个东西 你看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它就防滑 它就不会移动 所以孩子们吃的时候它也不会撒什么的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它就是完全的固定 完全在固定在桌子上了 它就真的是不会动了 就真的是非常安全 然后呢这种它适合0到3岁的孩子们使用 所以你看旁边还有两个这种抓的扶手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它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下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水杯 它看似是水杯呀 其实它也是可以当作零食杯使用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这个是吧 它说它不会掉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放一颗草莓进去好了 然后把这个扣盐洗了之后 我们看看 草莓真的不会出来耶 然后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叫餐具三件套是吧 叉子勺子三件套 我们可以放心的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是从植物纯天然椰子里面制造的 所以它也不会就这样接触到嘴的时候 它也不会伤孩子的嘴 非常安全 此外它还是得到USDA 美国USDA 还有欧洲LFGB等机构认证的安全产品 非常好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款产品 这是叫餐盘 我们中国都叫四菜一汤 那我们看就先管它叫三菜一汤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很特别 它有一点点凸起的部分 这个凸起的部分可以搅碎一些比较柔软的食物什么的 方便孩子们吃 然后就是在看这个 这个和刚才这个大碗是一样的 还是这样 它不会滑倒 所以孩子们也都会特别安全的吃饭 然后把它反过来也一样 还是固定 完全固定住了的话 孩子们就肯定是不会撒到身上了呀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倾斜度 它可以调整倾斜度 这样的话孩子们吃这边饭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很深的凹槽下面的东西 它可以夹起来 是吧 然后就是 哦 看看 它长得好可爱呀 旁边像两个小翅膀 还有 这个 也都是带小翅膀的 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吧 哦 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孩子们没吃完饭的话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假设这些都是生饭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这样盖起来 这样盖起来的话 又可以防止食物变质 多么好 我把这个呀 翻到后面的时候 我发现一点 哎 它可以用肺 它可以接受 接触肺水消毒 然后还可以接触的是 微波炉 还有耐冷 耐热 它的温度是可以控制在20度 零下20度到120度的温度 这样的话 它也不会有危险 这个晚适合什么样的孩子们呢 0到6岁的孩子们 主妇们 还有寻找孩子们 使用安心餐聚的父母们 寻找环保又健康的产品的朋友们 通过植物性的原料 打造的亲环境 婴儿餐具 可使用微波炉 废水消毒 洗碗机 奶瓶消毒器等进行消毒 也可以冷藏冷冻保管 可承受温度为零下二制度到120度 本产品是为人与自然着想的人门产品 为了给爱护自然的朋友们传达我们的理念 也为了让使用我们品牌的产品的朋友们和家人们度过安心又快乐的晚餐 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去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谢谢 欢迎订阅